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条项链 定员警方苦寻那个与死者生前发生争吵的男子 这个案子似乎有人一直在放鹦鹉蛋 迷惑我们 一个神秘的电话号码 他尝了一下自己的手机通讯录 里面没有这个人 究竟是什么人要将死者残忍的杀害 虽然他很有可能就是告密者受到信任 但是也不能太说了 他在故意过我们告证 看安徽定员警方如何破解谜团 现在是撒贝宁时间 敬请关注尾号5570 我们经常都会收到 但是如果一个陌生的号码经常给你发短信 而且说的还都是你家里的事 也会不会觉得背后有一双眼睛正在盯着你 现在是撒贝宁时间 2012年中秋节 安徽定员警方接到报案 说是有一名女子在一个小巷子里遇害 我们接到报案赶到信场 被涉害人警察过客 沉淀已死亡 躺在韩庆松面前的是一名三十多岁的女性 仰卧在胡同的一个墙角 她的身上与胡同的地面上到处都是血 在现场的法医告诉韩庆松他们 死者身上有大量刀砍的痕迹 死者的衣着比较完整 尸体的附近有一条遗落的项链 但是已经被力气砍断了 在距离死者两三米远的地方 还有一个菜刀的刀柄 地上还散落着几个烟头 血迹中有一枚很明显的鞋印 这枚鞋印有255毫米 也就是41码 应该是一枚70左右男性留下的 这枚蓝线很可能就是犯罪行人 案发地点是在定远县老城区的一条巷子中 这条巷子宽不到两米 两侧都是旧式的民居 大多数没有人居住 巷子中也没有路灯 一片漆黑 死者就躺在巷子入口的第一个拐角处 仰卧在地 我们在探查现场的时候 在现场并没有发现能够证明死在身份的东西 在现场我们并没有发现明显的打断痕迹 这说明可能是被害人被突然袭击 韩庆松他们接到报案的时间差不多是半夜12点了 报案的是一个深夜回家的路人 并不认识死者 按照当地的习惯 这个时候大多数人家早就休息了 我们也走访了周围的住户 他们基本上都睡了 也都不愿意开门 而当韩庆松他们走访到和案发现场一接之隔的棋牌室的时候 有了突破 通过对棋牌室老板的询问 他说他认识这个死者 棋牌室的老板告诉警方 死者的名字叫孙小梅 经常在踏着打麻将 出事那天晚上还在他这里玩到了十点多才离开 随后定员警方就通知了被害人孙小梅的家人 她丈夫到现场的时候情绪非常激动 韩庆松他们从孙小梅的丈夫那里得知 死者孙小梅38岁 就居住在距离案发现场10公里左右的一个高档社区里 去死者丈夫反应 当天晚上10丁中左右的时刻 她还给妻子打过电话 孙小梅的丈夫说 放下电话后 她就一直在家等待着妻子回来 可是等到的却是妻子再也回不来的消息 被害人的丈夫 当时她受到的打击还是很大的 在孙小梅丈夫的配合下 韩庆松他们了解到 孙小梅和丈夫结婚之前 两个人都各自有过一次婚姻 所以孙小梅的丈夫十分珍惜这一段婚姻 两个人婚后的感情也一直很好 因为自己收入高 她就没让孙小梅在外里工作 也正是因为这样 孙小梅有了非常多的外出打麻将的时间 棋牌室的老板说 当天晚上和孙小梅一起打麻将的有三个人 两名女性 一名男性 都是三十多岁 和被害人都是朋友关系 很快 韩庆松他们找来了当天晚上和孙小梅一起打麻将的一男二女 其中 一名女性回忆说 案发那天晚上是孙小梅张罗的牌局 想趁着中秋节晚上没什么事一起出来玩玩 可是刚刚玩到兴头的时候 孙小梅却说不玩了 在十点钟左右的时候 孙小梅接了一个电话 之后他们就散场回家了 这个电话应该是孙小梅丈夫打来让孙小梅回家的电话 后来他们就一起离开了棋牌室 各自回家了 那男的当时还说要开车送孙小梅回家 但是孙小梅说自己打车 就没有让他送了 让定员警方疑惑的是 孙小梅既然已经离开了棋牌室 那他为什么又会回到棋牌室附近的巷子里呢 就在大家为孙小梅的去而复返疑惑不解的时候 一组走访的民警传回了消息 他们在调查周围邻居的时候 有目击者称 案发当天晚上十点半左右 他回家路过麻将馆门口的时候 看到有一对男女在争吵 争吵的声音很大 通过衣着辨认 目击者说 可以确定男人吵架的就是孙小梅 被害人在遇害之前 有一个男人发生过口角 紧接着就遇害了 与他发生口角的这个男人 心意非常大 很快 项链和菜刀刀饼的检验结果就出来了 只检验出了死者的DNA 烟头也是很久以前留下的 已经被污染了 并没有提取出有用的线索 这个人会是谁呢 8月15本来应该是何家团圆的日 一个年轻的女子 怎么会在深夜倒在了街头呢 接下来我带各位到案发的现场去看一看 案发地点就是这样一条小巷子 小巷子的这一头就是麻将馆 巷子非常的窄 宽度也就不到两米 左右两边都是老旧的平房 这些房子年久失修 很多水泥的墙面都已经脱落了 而且这当中很多房子是常年没有人居住的 这个地方没有路灯 所以到了晚上 这一带非常的黑暗 死者当时就被发现倒在这个墙角 从墙面到地面 到处都有血迹 而且死者的口袋都被翻出来了 据死者的家人回忆说 他的钱包 手机全都不见了 在现场 警方找到了这样一根金链子 这应该是死者的金项链 从这个断裂的地方可以判断出应该是被刀砍断的 那么这条金项链为什么没有被带走 是凶手慌乱之间没有发现 还是说另有其他的意图呢 除此以外 警方在现场也找到了几枚烟头 希望这些烟头能够对破案起到帮助 现场还有一些带着血迹的脚印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些带着血迹的脚印应该是凶手留下的 血脚印的方向是冲着巷子的那一头 那一头并不是通往麻将馆 而是通往当地的一个新城区 警方顺着带血的脚印走了几步之后 在地面上发现了一个菜刀的刀瓣 这个菜刀的刀瓣从折断的情况来看 应该是刚刚砍人的时候留下的 而且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刀应该就是凶手的作案工具 你想砍人砍得连刀都砍飞了 这个力度该有多大 但是警方感到疑惑的是 在现场没有发现刀身 只有刀瓣 按常理来讲 如果凶手着急逃跑的话 应该是紧紧攥着刀瓣跑掉 他为什么要费事把刀瓣扔在地上 然后捡起刀身 离开现场 现场发现的物证就这么多 除此以外 警方目前还没有掌握更多新的线索 但是让人感到疑惑的是 出了这个巷子口就是麻将馆 当天晚上死者跟他的朋友们打完牌以后 已经离开了这里 他为什么又要掉转头回到这来 那个跟他吵架的人会不会就是凶手 当天晚上和死者孙小梅吵架的人是谁 孙小梅真的是打着出租车走的吗 由于案发地点位于旧城区的一条巷子里 没有监控探头 韩静松他们只好调来了案发地 外围地区的监控录像 通过监控中我们还发现 就是你案发现场不远处的一条马路上 被害人正在那里打车 监控录像中显示的时间是晚上10点25分 这应该就是孙小梅他们打完麻将之后 画面中孙小梅上了一辆出租车 向新城区方向驶去了 从警候车上当时看 被害人一个人上那车 旁边没有其他人 我们要找到这个出租车司机 问他还有没有印象 在9月30号晚上拉到那个客人去哪了 在看到了孙小梅的照片之后 出租车司机表示 那天晚上她的确拉过孙小梅 之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是因为那天晚上孙小梅在车上的表现 当天晚上刚上车没多久 孙小梅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打电话的时候 孙小梅似乎非常生气 而且没开出多远 她就让司机停了车 下车之后又往麻将馆方向走了 随后我们就调查了被害人的通话记录 当天晚上被害人的手机被呼叫过三次 但是只有两次是被接听的 通话直落起时 最后一个打给租车司的电话号码就萎缩 是如如其零 监控录像中 孙小梅离开了案发现场 被害人一个人上那车 旁边没有其他人 一个电话 孙小梅又返了围棋牌室 最后一个打给受害人的电话号码就萎缩 是无名其妙的 神秘的告密者一直关机 这个告密者很可能就是当天晚上 与受害人发生争吵的那个人 孙小梅的一个情人和另外一个情人 如果周志勇说的是实话 那么王斌应该就是告密者 但王斌也有自己的实际证人 现在是洒贝宁时间 静静关注尾号5570 从接听电话的时间上判断 孙小梅就是在接了这个尾号5570的电话之后下车的 韩静松他们在电信部门发现 这个尾号5570的电话没有进行实名登记 他们只好再次找到了被害人的丈夫 向他了解这个尾号5570的号码 他查了一下自己的手机通讯录 里面没有这个人 但他又说对这个号码有印象 孙小梅的丈夫说 他之所以对这个电话还有一点印象 是因为这个号码给他发过骚扰短信 果然孙小梅的丈夫从自己的手机里 找出了他收到的骚扰短信 被害人丈夫说他这段实践 交到了很多骚扰短信 短信的利用就是说 他的妻子有外遇了 孙小梅的丈夫说 他也曾试图打过这个尾号5570的电话 但是每次回播过去的时候 电话都是关机状态 好像是打电话的人发完短信就关了机 如果他心里没有鬼 他为什么会用这样一张卡来告灭 韩静松他们还从孙小梅的丈夫口中得知 由于最近一段时间 他工作非常繁忙 回家陪妻子的时间少了 这也导致了他们之间感情出现了裂痕 经常在家因为一些小事吵得不可开交 孙小梅常常在外面跟朋友彻夜打麻将不回家 起初孙小梅的丈夫并没有多想 一直到有人给他发告密短信 说他的妻子和外面有情人 这个发短信的人引起了我们非常大的重视 你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韩静松他们也尝试着联系这个不知名的告密者 但是结果都是一样的 电话关机 根本没有人回应 而且通过通话记录来看 这个电话似乎已只是给孙小梅打过几个电话 这个号码平时也都是关机状态 就只发过几条短信 这个告密者很可能就是当天晚上 与失败人发生争吵的那个人 为了找出这个尾号5570的电话主人 韩静松他们再次找到了当天与孙小梅打麻将的那二女一男 我们重新调查了当天与受害人打麻将的那几个人 据了解 当天一起打牌的两名女性都已结婚 他们都有充分的证据 能证明案发的那天晚上打完麻将后 他们都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我们通过调查发现 这个男的叫王斌 38岁 单身一个人住 他说他当时就回家了 但是没有人能证明 王斌的家 离案发地点开车只要十几分钟 为了帮着王斌找到他回家的证据 警方调去了监控录像 我们看了监控录像 在9月30号晚上 王斌的车并没有经过那个路口 王斌跟我们几时说 他一般走小路回家比较近 所以他走小路就不见过他的监控 不过人定员警方有些疑惑的是 就在案发的第二天 王斌把他的车送到了洗车厂 进行了彻底清洗 我们有点怀疑这个人 为什么这个时候去洗车 其实 定员警方怀疑王斌 还不仅仅是因为他洗车的事 而是因为他和死者孙小梅的关系 据了解 王斌在当地开了一家小型的服装店 平时经常与孙小梅在一起 在外人看起来十分亲近 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好 让我们想到了告密短信的内容 尾号5570发来的短信里提醒孙小梅的丈夫 孙小梅在外面有人了 这个外人会是王斌吗 而定员警方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发现 王斌的服装店就是孙小梅投资入股的 我们对这个王斌进行调查的时候发现 他的生意最近不太好 资金周转出了问题 我们也询问过孙小梅的丈夫 他知道王斌这个人 也知道孙小梅入股服装店的事 这两个人很可能就是情人的关系 为了核实两个人的关系 定员警方再次找到了孙小梅的丈夫 孙小梅的丈夫 妻子入股的事 她是知道的 她也一直反对 案发前不久 她还和孙小梅为这事吵过一架 但对于两个人的关系 她也说不清楚 虽然她很有可能就是告密者受到情人 但是也不能排除 她是在故意过往绕圈的 难道王斌就是尾号5570的主人吗 当天晚上会是她打电话 叫回了孙小梅 并在争吵之后杀害了孙小梅 如果真是这样 以她和孙小梅的关系 她为什么还要向孙小梅的丈夫告密呢 慎重期间 韩庆松他们找来了当天晚上 目击孙小梅吵架的证人 对王斌进行了辨认 王斌的身高也是1米70 穿41码的鞋 至于案发当天 现场的写下的鞋印大小相同 目击者虽然没有看清人念 但是根据声音和提醒 她可以确定 当时和孙小梅吵架的人就是王斌 王斌就是当天晚上和孙小梅吵架的人 王斌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韩庆松他们随即对王斌进行了调查 他承认案发当晚 与孙小梅发生过争吵 但是他一颗咬间 他没杀人 王斌说 他和孙小梅吵架 是在他刚刚离开麻将馆的时候 那个时候 孙小梅还没上出租车 而且自己又不是凶手的证据 王斌说案发当天晚上 他刚到家就接了一个电话 据王斌回忆 他和孙小梅吵架之后 十分钟就开车回到了自己家 刚到家就接到了一个催债的电话 在王斌的手机通话记录里 警方确实发现 在案发的时候 王斌的手机确实一直在通话 而且打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后来我们又询问了 向王斌讨债的人 情况全是如此 面对警方的进一步追问 王斌说出了当天晚上 和孙小梅吵架的原因 据王斌说 案发那天晚上打麻将的时候 孙小梅的电话响了 电话显示的名字 是一个叫周志勇的人 孙小梅并没有接这个电话 而是直接挂了 他看孙小梅 有点不正常 所以在离开 棋牌车的时候 王斌问孙小梅 周志勇到底是谁 他没有想到孙小梅的反应 这么激烈 这让他想起来 孙小梅以前还有一个亲人 这个人会不会就是周志勇 王斌说 他越想越生气 于是就和孙小梅吵了起来 最后不欢而散 王斌觉得孙小梅都跟他在一起了 外面还有别人 这样他很不舒服 王斌告诉警方 他和孙小梅就是在七拍市里认识 他虽然知道孙小梅已经结婚了 但还是希望能和孙小梅在一起 也正是因为这样 当他看到周志勇电话的时候 便有些吃醋 虽然王斌有一直通话的证据 但是谁又能保证 他不是和别人串通 一边用手机制造自己通话的假象 一边用另一部手机打电话 叫回了孙小梅呢 韩静聪他们 一边继续追查着王斌 一边对王斌提到的周志勇 展开了调查 周志勇我们很说 是当地的一个小混混 经常被公安局官打击出力 周志勇是当地长途贺运站的保安人员 经济状况一般 但是韩静松他们 在孙小梅的通话记录中发现 周志勇和孙小梅 在曾经的一段时间里通话十分频繁 他会和天天不愁吃穿的孙小梅是情人关系吗 韩静松他们直接找到了周志勇的家 我们到周志勇家的时候找到了他妻子 他妻子说周志勇做完一夜都没有回来 打电话也关系 一个大活人一整夜都不回家 也没给家人任何消息 这让韩静松心里一紧 我们就跟他妻子要了周志勇的电话 这次电话打通了 周志勇的电话打通以后 我们问他在哪里 他说他在家 韩静松他们在周志勇家门口的简易房里 找到了周志勇 据周志勇说 头天晚上他和朋友喝酒喝得比较晚 回来的时候因为妻子已经睡了 所以他就在门口的简易房里睡了一晚上 手机早就没电了 他也是刚刚充了电才接的电话 周志勇看到我们 心得非常惊讶 问我们找他有什么事 并且说 如果需要有什么办法 他肯定配合 可是当韩静松问到关于孙小梅的时候 周志勇的态度出现了变化 周志勇的一句不太熟 引起了韩静松的怀疑 明明他们的通话记录中 有着那么多次的联系 但是他却说 自己和孙小梅不太熟悉 这似乎是在隐藏着什么 一开始他不承认 后来我们让他看了和孙小梅的通话之后 他再承认了跟孙小梅有关系 据周志勇交代 他原来和孙小梅确实是情人关系 周志勇表示 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 他还出示了自己的手机 给韩静松他们看了很多他和孙小梅之间的亲密短信 他跟我们说他不可能杀人 他们之间关系非常好 他还说 冯军家那天晚上 他一直在家里陪老婆孩子 一直没有出门 周志勇说 周志勇那天晚上是中秋节 他和妻子和孩子在家一起看电视 根本就没出去 这个事情 他讲 他老婆可以给他作证 不过周志勇说 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孙小梅就不理他了 而且 因为和孙小梅的关系 有人还威胁过他 周志勇告诉我们 说他接到过好几次威胁短信 说他指导他和孙小梅的关系 要求他离开孙小梅 我们拿他的书记看了 确认给他和短销鞋的收记号码 尾速是5570 再次打来电话的5570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承认案发当晚 与孙小梅发生过争执 无处不在的告密者 他究竟有什么样的目的 释放烟雾的就是 伟号5570的那种 证据上的重大突破 识破告密者的重重谎言 我们在孙小梅的手机上 齐取到了一枚的身份 现在是撒备赢时间 敬请关注 伟号5570 又是伟号5570 这个电话给孙小梅的丈夫 发过告密短信 给周志勇发过威胁短信 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周志勇说 有一次这个号码发短信给他 让他出来见面聊聊 他当时也想见见这个 发神秘短信的人 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他到达指定地点的时候 见到的居然是孙小梅的丈夫 他说他当时吓坏了 他以为他和孙小梅的关系 被孙小梅的丈夫发情 更让周志勇没想到的是 孙小梅的丈夫 也同样是被 伟号5570的人 给叫出来的 这个事件 我们后来跟受害人丈夫 确认过 彻有此事 我们还问周志勇 问他知道不知道王兵这个人 周志勇告诉韩静松他们 他知道王兵这个人 但是不太熟 王兵这个人 一直都在追求孙小梅 也总和孙小梅一起去打麻将 上街 还给他买了很多东西 但是孙小梅自己说 他们只是普通朋友 周志勇说 毕竟自己不是孙小梅的丈夫 所以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管孙小梅那么多 如果周志勇说的是实话 那么王兵应该就是告密者 但王兵也有自己的实际证人 案子陷入了一个死结 王兵表面上并没有作案 他也一口否认告密者的事 而周志勇同样看似没有作案事件 谁会是5570呢 这个案子似乎有人在提供假信息 一直在放鹦鹉蛋迷惑我们 烟雾 这一切全都是烟雾 而释放烟雾的就是伟号5570的那个人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好像就生活在死者的周围 但是却又是那么神秘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伟号5570曾经和死者的丈夫 以及周志勇都有过短信的来往 唯独给死者打过电话 所以他会不会就是死者的情人王兵 但如果是王兵的话 为什么这个5570会让死者的丈夫 看好自己的老婆 这不是等于给自己找麻烦吗 那会不会就是死者的丈夫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死者在出租车上接到了自己丈夫打来的电话 他应该直接回家才对 或者开上车接上丈夫一块回家 但是他没有 他下了车返回了麻将馆 那这个5570会是周志勇吗 周志勇也收到过5570发来的短信 而且还在短信的指引下和死者的丈夫见了面 而且这个短信当中提到的 让死者的丈夫好好看住自己的老婆 似乎作为周志勇来讲 他也不会自己给自己发这样的短信 究竟这个5570是什么样的人 就在警方感到头疼的时候 死者的丈夫告诉警方 5570又出现了 就在我们调查周志勇的当地 受害的人丈夫有打电话给我们 说那个告密者又联系他了 我们立刻在被害人家附近 不只好紧张 等待这个告密者出现 韩庆松他们立即赶到了被害人 孙小梅的家中 孙小梅的丈夫拿出手机给韩庆松他们看 手机短信内容是 你那边怎么样了 我马上到你那 这个短信让孙小梅的丈夫一头雾水 难道这个神秘的5570就要现身了吗 时间在慢慢的过去 却根本没有告密者再次联系和出现的迹象 就在这个时候 孙小梅丈夫的手机响了 是一个未知的号码 可是当孙小梅的丈夫接起电话的时候 对方一副很熟悉的口气和他说 对方就告诉他是谁了 原来是他一个朋友 过来看他的 他的朋友手机号码换了 他没有保证 原来孙小梅的丈夫神经过于紧张 把自己朋友的一个 尾号同样是5570的号码 看成了是告密者的号码 事后 韩静松他们也确认 这个号码和之前发告密短信的 并不是同一个 案子进入了死结 这让韩静松心急如焚 我从事这个警察工作 一直都是从事这个行政工作 行政工作呢 其实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个质量 没这么会起案件 这个战绩要马不停迭 要意义据予的去工作 在韩静松的刑警生涯中 这样的案子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 虽然心底急得像火上网一样 但表面上却还平静的像水一般 这也是他多年练习书法的结果 为了断定自己不急不躁这种性感 其实中国这个软臂书法 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一时半个小时书法一写下来 这个性情立即就变得很平静 这天韩静松一边写着毛笔字 一边在心底重新梳理着案情 出事的当天晚上 孙小梅一共接到了三个电话 首先是老情人周志勇的 他没接 第二个电话是丈夫打来催他回家的 这个电话他接了 打牌结束之后 孙小梅和王斌因为周志勇的事大吵了一架 随后孙小梅打车回家 在回家的路上 他接到了第三个电话 也就是尾号5570的那个电话 孙小梅下车 步行返回齐排室 之后就遇害了 韩静松他们怀疑的第一个嫌疑人 是当天晚上和孙小梅一起打麻将的王斌 他说他在案发的时候 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 第二个嫌疑人 是孙小梅的另一个情人周志勇 案发的时候他说他在家里看电视 而孙小梅的丈夫说 那天晚上他一直在家等着孙小梅回来 韩静松觉得凶手似乎就在这三个人当中 是谁在一直迷惑着他呢 就在韩静松苦苦思索的时候 寻找物证的民警传回了一个新的消息 我们在一个桥下面找到了一个带有血迹的女士包 这组侦察员在案发现场三公里左右的一座桥下 发现了一个女士包 包的外面沾有血迹 包里有手机 钱包 身份证等物品 而这张身份证正好证明了这个包主人的身份 身份证上清楚的写着 姓名 孙小梅 随后 韩静松他们立即对现场的物证进行了化验 化验的结果显示 包上的血迹就是孙小梅本人的 我们在孙小梅的手机上提取到了一枚指纹 我们对指纹进行了笔电 留下这枚指纹的人就是周志勇 在指纹比对成功之后 韩静松他们基本确认了嫌疑人的身份 而且在同一时间 他们又取得了另一个有利的证据 我们在周志勇家进行调查的时候 就发现周志勇的孩子在玩他的手机 然后我们就问这个小孩 他知不知道这个伪号为5570的号码 周志勇的孩子表示 不清楚这个号码是谁的 但是可以帮警方拨打一下 就当孩子在手机上拨出这个号码的时候 现场的民警清楚地看见 手机上显示出来的名字 周志勇的孩子当时就在手机上 拨了这个5570的这个手机号码 当时手机上面显示的是爸爸 我们就问这个孩子 这个号码可是你爸用的 孩子说不是的 周志勇的孩子告诉警方 这个伪号5570的号码 是他爸爸以前给他存的 说如果他常用的手机打不通的话 就拨打这个号码 周志勇孩子的手机足以证明周志勇就是告密者 周志勇和孙小梅曾经是情人关系 他为什么要贼喊捉贼的给孙小梅的丈夫发告密短信呢 他发短信的时候 孙小梅还不认识王病 周志勇这么做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 虽然还有很多的疑问 韩静松一时间无法回答 但是有一样韩静松是可以肯定的 孙小梅手机显住位置上有周志勇的指纹 这直接说明了周志勇在孙小梅生前的最后时刻 接触过他的手机 如果没有其他的意外 可以判定 周志勇在案发的9月30日晚上 接触过孙小梅 他之前对警方所说的 陪妻子和孩子在家看电视的证词是假的 嫌疑人已经确定 抓捕即刻展开 当我们抓获周志勇的时候 周志勇心得非常的淡定 其实他刑警早已做好了被抓的准备 周志勇刀案 谜团仍带进开 往这边爬的 往这指摇的这 死者的情人为什么要告发死者 什么样的仇恨 让他对孙小梅下次毒手 其实他刑警早已做好了 被抓的准备 现在是撒贝宁时间 真相即将解开 凶手竟然是周志勇 但是问题来了 作为孙小梅的情人 周志勇为什么要杀掉自己的情人 他又为什么要用5570这样一个伪号 给死者的丈夫发短信 通风报信 这背后究竟有怎样的隐情呢 现在到了可以揭开真相的时候 我现在愿意交代我的犯罪行为 在30号的晚上11点多 我用刀把孙小梅在定城的经案箱内杀死了 这是周志勇在接受警方审讯时留下的笔录 按照周志勇的说法 中秋节那天晚上 他去棋牌室找孙小梅 我知道当天是中秋节 我走到棋牌室门口的时候 听到里边有打麻将的声音 我从窗户往里面看 看到孙小梅在打麻将 他跟王冰眉来眼去 我生气 孙小梅这感情他欺骗我 还背着我 跟王冰有交往 但是周志勇知道 这次来找孙小梅的目的 就是要和孙小梅和好 于是他强压下一口气 用自己平时用的手机 给孙小梅打了一个电话 但是孙小梅并没有接听 他在门口等了半天 也没见孙小梅出来 就想回家了 没想到 这个时候 孙小梅跟他的朋友们 离开了棋牌室 随后他就看见了 孙小梅和王冰 在棋牌室门前的争吵 他当时看到 孙小梅和王冰吵架了 他想利用这一点 如果孙小梅不和他呼喊 他就杀了孙小梅 看到孙小梅上了出租车 周志勇便用尾号5570的电话 给孙小梅打了过去 这一次 孙小梅虽然接了他的电话 但是没说几句 就吵了起来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孙小梅下车返回后 仍然拒绝 与他和好 我一开始并没有想用刀筒 后来 我把刀拿出来吓唬他的时候 他还往前上 还骂我 我一生气 就用刀捅他了 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 周志勇说 他带刀来找孙小梅 只是想吓唬他一下 但是 孙小梅的一句 就算自己今天死在这儿 也不会和周志勇和好的话 彻底激怒了他 我和孙小梅 有情感纠纷 我为他付出的太多了 他利用完我以后 就一巧把我等开 我是真心喜欢的 他却这样骗我 但是 我却恨不起来他 周志勇交代了自己 残忍杀害孙小梅的犯罪过程 但还有一个疑问 没有揭开 那就是 尾号5570的那个电话 周志勇用这个电话 给孙小梅的丈夫 发过短信 提醒他 孙小梅在外面有人 让他管住孙小梅 而当时 他和孙小梅 正是交往最密切的时候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周志勇说 他非常爱孙小梅 一度想过 要和孙小梅结婚 而发告密短信 正是孙小梅的主意 按照周志勇的说法 孙小梅 也想和丈夫提出离婚 并且分得家产 但是 他自己 却不想主动提出离婚 他让我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 发信息给他丈夫 让他丈夫 怀疑孙小梅在外边 和其他人 有不正道关系 按照周志勇的交代 孙小梅让他告密 是想 让丈夫主动提出离婚 而在离婚的时候 他好分得尽可能多的家产 其实 他也许真的不知妄 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 夫妻双方离婚的时候 如果有证据显示 一方存在着 诸如出轨重婚 等严重过错的时候 过错方会少分 甚至不分财产 让孙小梅没有想到的时候 他丈夫不但没有提出离婚 而且还想尽力挽回 去拿婚 这个案件的发生 虽然责任 在这个男女双方 但是他造成的伤害 是两个家庭 家人 及整组织 没有及时的发现 参与来进行做工作 通过法律的干预 这个案件也可以避免 2013年 安徽省除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被告人周志勇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目前已经执行完毕 我国的婚姻法明确规定 夫妻双方之间 有相互忠诚的意义 如果你真的觉得 婚姻走到了境界 完全可以依法离婚 但是如果选择其他的方式 或许 最终的结果就是 害连孩子